千百年来 陆寨人守望相助 形成了和亲和友和林的和居文化 而最能体现这个和字的 是一个沿袭了近六百年的古镇民俗 中渡和家宴 明清时期 一半发达的洛江水运 中渡成为上通乡离 下达五月的经济重镇 为答谢乡离联络相议 民间商会选择在中渡每年一度的 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城隍庙会这天 召集本街和得来的邻里朋友 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也称吃和饭 你家里面拿手的菜你煮两个 我家里面拿手的菜我煮两个 这端端呢 就在门口这里摆一张桌子 叫吃和饭 近六百年时光流转 古镇昔日的繁华喧嚣 已被今天的祥和宁静所取代 但吃和饭的传统却延续至今 逐渐演变成汇聚八方宾客的和家宴 每逢庙会和重要的传统节日 当地都会举行盛大的和家宴 人们在古镇的东西南北四条街上 架起餐桌 宛若长龙 六十岁的梁茂芳是和家宴的菜品传承人 恰逢新春佳节 他准备召集乡林吃一顿传统的和家宴 为此梁茂芳提前几天就列好了菜单 一大早 负责采买的师傅冒着小雨赶往早市 精挑细选 确保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与此同时 前来帮厨的邻里相亲 已经开始了烧火喜涮 梁茂芳请来远近闻名的掌勺师傅 每年的和家宴 他都会露上一手 今天他要做的是碎碎平安 豪细松 这是和家宴的四大名菜之一 也是他的拿手菜 碎碎平安 选用莲藕 香芋 甘笋 木耳 等十几种本地食材 剁碎混炒 这道菜看似简单 实则要将荤素搭配的不同食材混炒 十分讲究工序和火候 烧油把握不到 便会影响整道菜的品质和口感 将多种食材混搭在一起 体现着寓意各方亲朋好友 能欢聚在同一屋檐下的聚落文化 所有原料 所有原料都切得十分细碎 更象征着碎碎平安的美好祝愿 事实上 何家宴上的每一道菜都别具深意 各送大公无私 清正连结的赌废汤 象征五股丰登 六处兴旺的大杂烩 寓意团团圆圆 生活美满的酸甜肉圆 陆寨人把千百年来的朴素信仰 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寓于美食之中 烹饪出了属于这山 这水 这人的舌尖美味 傍晚时分 何家宴在古镇村规民约的宣讲声中 拉开序幕 下面学度参观民优 军民之夜要无专 无安 无主和母乡群 何家宴暂时开始 加油 唱起迎宾歌 端起迎宾酒 吃起何家饭 何家宴渐入高潮 今天 和和美美 和睦相处 和谐共济的和居理念 已经透过味蕾 沁润到每一个陆寨人心中 也传递给八方的来客 这是智慧的陆寨仙人 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更将一代代传承下去 滋养更多的来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